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进行BC终极听力的讲解 单词学习无论在听说读写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听力学习方面,学会学习哪些重要的方法呢? 另外,在BC终极听力考试中,有没有一些高频词汇值得我们关注呢? 好,我们来进行讲解 先来看一看听力以重的词汇学习 Vocabulary Learning 大家都知道词汇是人的一面镜子 词汇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 一个人的职业,甚至是一个人的收入水平 所以在语言学习中,尝试着去增加我们的词汇量 丰富我们的词汇掌握,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商务英文学习也是如此 好,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词汇呢,有两种重要的方式 一个是在阅读中学习 因为在阅读中,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文章和语境 来判断一个单词在书面语中的用法和含义 而且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读多了 自然可以知道一个词在写作中应该如何使用 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 读多了,自然想写 所以阅读是我们学习词汇的一种重要方法 当然这里呢,我们讲的是听力 也就是说听力呢,是学习词汇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 因为词汇处理以文字的方式存在 还会以声音的方式存在 当我们在听力中学习这个单词的时候 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单词的声音印象 加强这个单词声音印象 对于我们耳朵的一个敏感度 还可以了解这个单词在口语的场景下 它的用法到底如何 所以有人说就是听多了自然想说 而且呢,在听的过程中 还可以帮助你加固对这个单词正确发音的一个印象 也就是说呢,你听多了正确的地道发音 你的发音一定不会太差 这样来看,读多了自然想写 听多了自然想说 也就是说呢,通过词汇的学习 我们可以全面攻克我们的听说读写 这叫做all in one 具体在听力中应该如何进行单词学习呢? 一个单词或者说一个词汇 在学习方面呢,有五大维度 第一,pronunciation 就是发音 第二,meanings 就是含义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 就是它的中文意思 第三,spelling 听写 第四,examples 举例和例子 第五,context 就是语境 或者说是上下文 你会发现 在这五个维度中 往往传统的一种方法 更多的去关注第二个 就是meaning 含义 以及第三个 spelling 拼写的用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我们仅仅关注单词的中文含义 以及单词的拼写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短时间内 大幅度的扩大我们的词乎量 很多同学 仅仅关注单词的含义 连拼写都不是很确定 那么 跟这个单词产生的关系就是 noding acquaintance 叫点头认识 看那个单词知道它中文的含义 并且能够确切的说出来 以为这个单词就掌握了 其实这个单词 你最多最多掌握了五分之一 还有另外四个维度没有掌握 你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听说能力不强 或者是当一个单词 你发现你听不懂 但是翻开听了原文 却发现非常简单的时候 就是因为 这个单词虽然你见过 但是它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听力声词 也就是说 你第一对发音不够敏感 第二 你不知道用法 不会造句 第三 你并不知道这个单词 在具体的语境下表达什么 所以我们在单词学习过程中 应该全面的关注 一个单词的各大维度 那么 在我讲义中的这个顺序呢 恰恰是我们在听力的 词汇学习中的一个顺序 一就是pronunciation 学习任何一个新的单词 应该先从发音入手 由于我们的听力材料 多数是有听力原文的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单词 听不懂的时候 这个单词就是你的听力声词 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 之后关注含义 然后是拼写 然后是举例 最后上下文 好 我们看有这样三句话 总结得非常精辟 叫做 声音是语言的祖宗 拼写是语言的标本 用法在不断地进化 什么意思呢 所有古老的语言 所有那些使用范围比较广的语言 你会发现往往都是从现有声音开始的 当有了声音若干年之后 那么之后呢 有一些人将它以文字的方式 进行呈现和承载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通过书面的方式传承 这叫做拼写 所以拼写是语言的标本 但是很多同学 他是先关注拼写 也就是标本 而忽略了声音 忽略了语言的祖宗 这样的话 在掌握一个词汇的过程中 你在听说方面 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然就是用法 其实你会发现 用法才是一个单词的生命力 千万不要拿一个单词过来问我 说老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那我马上问你 请你告诉我这个单词的语境 请你举个例子 没有例子 没有用法 没有语境 没有含义 其实单词为什么掌握起来难 其实并不难在声音 也并不难在拼写 真正的是难在不同语境下 在复杂的语境下 千变万化的用法 因为用法在不断进化中 什么叫不断进化呢 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生命体的话 那么词汇 就是它具体的生命元素 语言 想要更好地适应人们的使用 就要不断地发展进化 否则就会被人们淘汰 所以今天我们此刻使用的语言 仅仅属于此刻 语言每分每秒都在产生巨大的变化 以前有人说 语言十年一翻新 十年一个轮回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十年间 我们的语言几乎进行了一遍翻新 如果你现在说的话 还是十年以前使用的词汇和语言的话 那别人就会对你的表达 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其实你发现 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的世界外源越来越大 我们语言的外延也越来越大 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快 语言的发展也越来越快 世界有多大 社会就有多大 世界变化多快 语言的进化就有多快 好 我们举个小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 同一个词汇 在不同语境下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用法 看一下这个单词 Company 我相信没有一个同学 对这个单词的含义 有任何的不确定 或者是意义 对 这个单词是公司的意思 好像在考BEC初级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会这个单词 何况是BEC中级呢 我们看下边这个例句 这句话呢 是著名的零售巨头 Walmart 沃尔玛的一句重要的一个描述 我们都知道 沃尔玛作为零售商的老大 是以他低廉的价格 以及非常广泛的这个零售的分支的一个分布而注明的 而沃尔玛的理念就是每天低价天天低价 Always low prices 所以呢 当他在提到自己公司的理念的时候 就会说什么呢 我们公司的最基本的理念就是 帮助人们省钱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This company's fundamental belief is saving people money so they can live better 这句话出自于沃尔玛全球公司总裁 好 这是公司的含义 不用说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小例子 We got comedy We got comedy 那么这句话在很多警匪片 动作片 以及一些追逐场面中经常会用到 那么有一部美剧非常的流行 那就是Prison Break 越狱系列 一共出了世纪 在整个越狱的美剧中 有大量的追车场面和追逐场面 那么当一辆车在前面前行的时候 后面一辆车追逐 场面非常的火爆 这时候 前面被追的车 跑在前面的车 司机会说一句话 We got comedy 在这个地方难道会翻译成 我们有了一家公司吗 当然不是 我们都知道 Company还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含义 叫做伙伴 或者是同伴的意思 We got comedy 我们有同伴了 YGE是一种调侃式的说法 有车追我们 有车跟踪我们的意思 We got comedy Company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 使它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所以大家在听听里看杂志看报纸 或者是在看美剧的时候 通过不同的语境 可以了解一个单词不同的用法 所以你会发现 被单词不能光举宣于词汇本 一定要勇于走出去 正去和一个单词发生一种微貌的关系 这种关系应该在不同的场合才进行 像Company这个单词 它的发音并不难 听音也不难 喊也不难 难就难在用法和语境方面 那么在我们学习BC听力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单词 每年都会考到 有没有一些的单词的发音 我们不太确定 有没有一些单词 非常高频的出现 如果我们把这些单词掌握了 我们的听力 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我们会有一种豁然开朗般的感觉 感谢观看